你好,我是昆仑刘石,又到了咱们聊天讲故事的时候了,今天咱们这段书谈不到书记上文,为什么呢? 因为昨天咱们把武士达赖喇嘛和吴三桂之间的故事基本上都讲完了,咱们这段书讲的是藏传佛教故事,都是藏传佛教故事里的一些人物, 从我本意上讲啊,就不想把这些人物巴掷的过身,尤其是一些负面的,有损这些宗教人物形象的一些这个观点, 所以说呢,这武士达赖喇嘛和这个吴三桂之间的关系,咱们也只能说是武士达赖喇嘛错读了这个康熙的意思, 受到了这个吴三桂的麻痹,所以才导致他办了很多糊涂事,替这个反贼吴三桂呀, 在这个康熙皇帝跟前求了情,那说呢,就是这么说,实际上呢, 我觉得这是格鲁派的武士达赖喇嘛呀,就是想在夹缝中求生存, 不但要在夹缝中求生存,还要在这个平定三番之乱,这场战役当中获得最高的既得利益, 这是从这个格鲁派的层面上讲,如果单指达赖喇嘛这个层面, 我觉得就是贪财,行了,咱不忘过多了巴掌这些宗教人物, 因为已经有黑粉诅咒我,会下阿比地狱了, 那今天咱们要聊谁,哪一位和达赖喇嘛有关系的人呢, 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位啊,是达赖喇嘛的爱徒, 这个人呢,咱们都非常的熟悉,咱们还给这个人呢, 开过砖栏,这就是著名的草原孤狼, 绰罗斯·嘎尔丹,那么说,这和尚跟大汗, 他还有什么交际,有什么关系吗,当然有关系了, 这大汗呢,曾经是和尚的徒弟,并且是爱徒, 那这话是怎么说起呢, 首先我得跟您交代一点,阐述明白了, 咱们呀在嘎尔丹的这个生平,乃至他呀, 做到大汗位置上之前之后所办的这些事, 打了这些仗,咱们就不过多详细的交代, 您可以啊,分分咱们书馆前面的专辑, 咱们有一整套书啊,是聊准带韩国, 这部书里边有七成都是聊噶尔丹的, 那咱们这部书再提起这噶尔丹呢, 那主要就是围绕着这噶尔丹呢, 与这个格鲁派,与这武士达赖喇嘛之间的故事, 那么这故事要是想讲明白呀, 那就得从头讲,从头讲倒到哪儿呢, 那得说是1643年的时候, 在1643年的时候啊, 这故事发生在墨西蒙古, 具体位置我想就是应该现在的伊犁附近, 虽然那会儿的伊犁啊, 还没形成最后这个准盖尔韩国首都的那么大的规模, 但是呢, 那必定是当时厄鲁特聚集之处, 虽然不是一座城市, 也是一座藏城啊, 据说呀, 当时这个帐篷绵延树立啊, 非常的壮观, 这就在这一年, 有一对这个格鲁派的僧人, 从伊犁河谷出发呀, 要回到拉萨, 这群僧人呢, 簇拥着一位高僧, 一位大德高僧, 并且是一位活佛, 这位活佛的名字呀, 叫罗布藏丹经扎姆措, 那么说他是什么活佛, 这个活佛的尊号又是什么呢, 这位活佛的尊号啊, 叫温萨活佛, 如果您不是很了解藏传佛教, 这故事您从这听, 往后没毛病, 就怕您呢, 了解一些藏传佛教的宗派故事, 哎, 您就该乱了, 这个温萨活佛呀, 和这个温萨嘎举呀, 不挨着, 这温萨嘎举呀, 是嘎举派的一个宗派, 这温萨活佛呢, 是格鲁派, 这读音相同呢, 完全是一阴的问题, 咱们汉族人呢,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, 我只能在这儿啊, 多给您解释一下, 那您要觉得不好记呢, 这温萨活佛呀, 还有一个这个蒙古的称呼, 您要记住了, 它叫引咱忽都客徒, 那么这位大师罗伯藏丹经扎木错呀, 他是第三世的温萨活佛, 也就是第三世的引咱忽都客徒, 说到这儿啊, 咱们这书还得往外拐出一笔, 为什么呢, 咱们得介绍一下啊, 这三世活佛, 罗伯藏丹经扎木错, 也就是第三世的引咱忽都客徒, 他的身份来历, 那么说这个很重要吗, 挺重要的, 不但重要啊, 而且很有戏剧性, 听得也是怪有意思的, 因为这罗伯藏丹经扎木错呀, 这当上那个忽都客徒, 能做上活佛呀, 挺意外的, 他原来呀, 不是活佛来的, 他原来是活佛的老师, 那他的学生是谁呢, 他的学生啊, 那可有名了, 咱们前一阵子啊, 这个名字咱们听得够不够的了, 罗桑雀吉尖赞, 怎么着, 您没想起来吗, 四世班禅呢, 就是被顾史函册封为班臣伯克多的那位四世班禅, 当然了, 顾史函册封这个班臣伯克多的时候啊, 罗桑雀吉尖赞呢, 他是第一位受得这个封号的僧人, 但是呢, 一呢, 是为了表示谦逊, 二呢, 是为了表示啊, 这格鲁派呀, 藏传佛教都是有传授, 都是有传承的, 他呢, 就谦虚的称自己为是第四世班禅, 往前呢, 他又追封了三任高僧为一二三世班禅大师, 那有人说没毛病, 这故事挺清楚的, 那这班禅系和温萨系有什么关系吗, 有关系, 实际上这罗桑雀吉尖赞呢, 也就是这会儿的班禅大师啊, 他是第三世的隐藏忽渡客渡, 也就是温萨活佛, 可是没想到的是这顾史函呢, 又封了他一个别的称号, 就是这个班禅伯克多, 哎, 你得记清, 分清楚啊, 这会儿啊, 这罗桑雀吉尖赞呢, 他还不是班禅尔尔德尼呢, 他只是班禅伯克多, 因为啊, 现在顾史函刚册封他为班禅伯克多, 可还没到啊, 这康熙皇帝册封他为班禅尔尔德尼的时候了, 那有了更高的荣誉啊, 那另外一个这个荣誉称号就得放弃了, 你不能一个人身兼两个活佛的称号啊, 哎, 他就把这个温萨活佛的这个称号啊, 送给他老师了, 他的老师罗伯藏丹经扎木措就成了第三世的温萨活佛, 我的天哪, 简直是有点绕脖子, 但愿呢, 我能捋得清楚, 您能听得懂, 这位第三世的温萨活佛呀, 哎, 是一位非常称职的活佛, 并且可以说是一位大成就者, 而且非常的有学问, 不但是个这个藏传佛教的高僧, 而且应该可以说呀, 是一位社会活动学家, 那最著名的呢, 就是这个1640年这蒙古厄鲁特部大会盟的时候, 修订了蒙古魏拉特法典, 他是直接参与者, 由此呢, 您也可以看得出来, 他是格鲁派, 派到墨西蒙古, 也就是现在新疆地区的一位活佛, 那要是换成了这个基督教的名词, 您就好理解了, 这就是教皇派到这个鄂鲁特教区的红衣大助教, 哎, 那为什么说他又是一位合格的活佛呢, 您知道这位三世温萨活佛传教一直传到哪儿吗, 一直传到福尔加河流域, 有人说那为什么呀, 那不都是恶国老毛子吗, 人家东正教能信你这个吗, 哎, 不对, 因为那儿啊, 有一只蒙古人, 就是后来东归英雄传, 土耳呼特部, 哎, 那儿还有一只, 这大活佛不辞辛劳, 竟然跑到福尔加河流域到那儿去传教, 那咱们这书啊, 扔得出去还得拉得回来, 哎, 还得说到这1635年那一年, 这高僧大德, 温萨活佛, 他要干嘛去呢, 他要从伊犁河谷啊, 回到拉萨, 回到拉萨呀, 这个树植去, 见见这个达赖喇嘛, 见见班禅大师, 所以他带着自己的众弟子啊, 就要离开伊犁河谷, 往拉萨方向走, 路边呢, 肯定是贵了无数的信众, 来欢送这位活佛, 当然了, 很多的教众对活佛, 那肯定是依依不舍, 就在这个时候, 在人堆中啊, 就走出来一位穿着华丽的妇人, 一位蒙古族的妇人, 这温萨活佛一看呢, 认识是谁呢, 实际上啊, 是现在厄鲁特斯部实际控制的当家人, 巴图昏胎级的夫人, 叫做玉母, 这位夫人呢, 见着活佛的队伍来了, 也没躲呀, 是也没下拜, 迎上前去一把, 就抓住了活佛车脸的马的马钢手, 那这活佛的道队自然就停了, 活佛一看这位夫人呢, 他认识啊, 他就说那夫人, 您有什么事吗, 拦住我的去路, 这玉母啊, 就说了, 您看呢, 这婚胎级啊, 这夫人可不止我一个, 那些位夫人呢, 子嗣都旺盛, 只有我, 我只有啊, 僧格这么一个孩子, 我觉得这么一个儿子呀, 太孤单了, 所以说呢, 我想让活佛, 您能再赐给我一个儿子, 这活佛心的话说, 您要赐孩子这事, 您是不是得找巴图婚胎级, 你的丈夫去, 你找我管个什么用啊, 于是这活佛, 一时没反应过来, 就是一愣神, 哎, 这夫人也觉得自己这句话呀, 在大街上说梦浪了一点, 于是赶紧补充道说呀, 我看活佛您呢, 年纪大了, 如果有一天啊, 您要是原地的时候, 我希望您转世成我的儿子, 哎, 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, 这要是个人这个夫人育母, 跟活佛温萨啊, 之间的对话就没毛病, 因为确实嘛, 藏传佛教格鲁派, 是遵从活佛转世系统的这个遗轨的, 那这要是跟现在两个汉族人这么对话, 那肯定打起来了, 这你明明是在占我便宜这个呀, 哦, 这我死不说, 我死后下辈子还得成为你儿子, 那这就是骂街呀, 非得打起来, 哎, 这蒙古文史书啊, 就是水晶剑, 当初就是这么详细记载的, 这活佛还就真同意了, 书中记载的很简单, 活佛就回答两个字, 可以, 等到这个温萨活佛从拉萨回来, 没过几年, 真的原济了, 哎, 转过年来, 嘎尔丹出生, 还就真的成为了温萨活佛三世的转世灵童, 打这开始啊, 说法可就不一了, 有人说这嘎尔丹的九岁座床, 成为了这个温萨活佛, 有人说他十三岁座床, 成为了温萨活佛, 这是啊, 这个年剑派学者们应该研究的课题, 跟咱们没关系, 咱们讲咱们的故事, 只让您知道这个嘎尔丹呢, 是这个温萨活佛, 第四是温萨活佛, 第四是引咱忽读客图, 就行了, 那现在肯定有好朋友就得问, 这太儿戏了吧, 这老太太一说, 说您能不能转世成为我儿子, 这活佛源济以后, 还就真转世成他儿子了, 其实不儿戏, 您要是换一个普通穷苦人家的牧民的老太太试试, 早就让铁棒喇叭给您插出去了, 那实际上呢, 这个故事呢, 就再次证明了, 每一次活佛准时的背后, 都是和政治利益紧紧的结合着的, 那从咱们这部书的观点呢, 咱们就认为啊, 他是从十三岁入葬以后, 接触到了这个格鲁派的高僧, 他才成为这个温萨活佛的, 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故事呢, 说那年呢, 是葬立火猴年, 这格尔丹呢也不例外, 他呀, 既然是这个三世活佛的转世灵童, 他必须要到拉萨去学经, 所以呢, 就在葬立火猴年, 1656年, 云正月12日, 这格尔丹呢, 就来到了拉萨的大周四, 参加了达赖喇嘛的起源大会, 就在这次大会上, 这个达赖喇嘛, 武士达赖喇嘛, 接受了温萨活佛的供养礼品, 那在这儿呢, 就又有两个说法, 说这个温萨活佛, 也就是这个少年时期的盖尔丹呢, 在这次法会上, 这武士达赖喇嘛, 就给他授戒灌顶了, 有人说不是, 他是去到这个后葬扎普什伦布斯, 拜这个班禅伯多为师, 也就是啊, 他前世的弟子, 罗桑一级尖赖, 这罗桑一级尖赖呢, 给他授戒灌顶, 他才坐床成了活佛, 其实啊, 我是倾向相信于后者的, 但是盖尔丹他出家于哪座寺院呢, 他出家于这个温萨寺, 我觉得这个温萨寺啊, 就是日喀泽这个江当乡的恩贡寺, 并不是这个山南地区的这个温萨寺, 当然因为异音的不同啊, 我们都称呼他为温萨寺, 这温萨寺啊, 就真的是人家这个温萨嘎举的一座寺庙, 无论哪座寺庙是这个盖尔丹, 也就是现在温萨活佛的这个主寺, 他也不能回去坐床, 他得啊, 去追随这四世班辰大师学习佛法, 关于这一点是有史料记载的, 可是呢, 他追随这个四世班辰大师修习佛法不久, 这大师罗桑一级奸赞呢, 原济了, 那怎么办呢, 他年纪那么小, 在佛法上也没有什么成就, 于是呢, 这五世达赖喇嘛, 就把他召唤到了哲邦寺, 他又重新拜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门下, 继续修习佛法, 就这样他正式成为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哀徒, 那么这盖尔丹追随着五世达赖喇嘛修行佛法, 他学习的怎么样呢, 他的修行如何呢, 这史书中也有记载, 说这引咱忽图课图啊, 对这个佛法上的修习啊, 倒是可见的一般, 反而呢, 这个五枪弄棒啊, 倒是一把猴手, 那时间呢, 过得还是很快的, 1666年, 就在这大昭寺, 正在学习佛法的达赖喇嘛, 突然呢, 有名小喇嘛, 就向他来汇报了, 说这个活佛呀, 外边有人想见您, 这活佛说是谁呀, 是您的家人, 是您的这个母亲, 也就是呢, 这巴图魂胎籍的育母夫人, 还有您的嫂子阿奴, 一起来见您了, 这嘎尔丹一听就有事, 要不然准嘎尔布, 这两个当家的女人呢, 不能大老远的一块跑来找她, 那这阿奴是谁呢, 阿奴啊, 是她的哥哥僧格的夫人, 年轻的时候跟着嘎尔丹呢, 还有一段孽缘, 这故事呢, 就很像啊, 这个大育儿和多尔文, 咱们在这个准嘎尔韩国那部书里边啊, 详细的讲过, 有兴趣啊, 您可以捣捣去, 那他们来干嘛呀, 让嘎尔丹的赶紧还俗, 这家里边啊, 出事了, 准嘎尔布的韩王僧格, 是这个嘎尔丹的亲哥哥, 怎么个亲哥哥呢, 就是同父同母, 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, 嘎尔丹还有好多的, 死了, 不是好死, 是被杀了, 被谁杀了, 就是被这个嘎尔丹和僧格同父异母的兄弟, 卓特巴巴图尔和车臣太子杀了, 这属于啊, 是兄弟争夺权力内讧, 所以说这妈妈和嫂子才赶紧跑到拉萨, 让这嘎尔丹呢, 回到草原上继承韩位主持大事, 那么说这嘎尔丹想回去吗, 想, 他想为哥哥报仇, 而且他自己好像觉着呀, 这当和尚也确实没有什么意思, 和自己的性格呀不搭调, 可是呢, 即便想回去也不能拍屁股就走, 因为你现在呀, 说喇嘛, 你是活佛, 你上面有师父, 你老师啊, 是这武士达赖, 也就是啊, 这格鲁派的当家之人, 你得呀, 请示一下争夺老师的同意之后, 才能走, 有人说啊, 这嘎尔丹呢, 依依不舍, 跟老师说呀, 说我呀, 回去之后, 平定了这个叛乱, 然后呢, 安排好新的韩王, 我再回来, 跟您再重新修习佛法, 可是后来呢, 因为种种的机缘巧合, 这格尔丹呢, 就没能再回到拉萨, 回到武士达赖喇嘛的身边, 那实际情况肯定不是这样, 那我是怎么知道的呢, 您如果读一下这个达赖喇嘛自传, 武士达赖喇嘛自传, 您就能明白, 在这本书里边有明确的记录, 这武士达赖喇嘛呀, 他以第一人称的这个口吻, 就这么写道, 他说我给这个温萨活佛, 传述了朱节派的长寿灌顶, 赠送了僧人的用具, 素色的普鲁, 这普鲁是什么呀, 这普鲁还真不太好, 跟您形容的是个什么东西, 反正是一种藏族的这么一种毛制品, 盖子身上就是毯子, 裹子身上就是衣服, 并且还教导了他正教的利益, 各方面要尽职尽责, 临动身时啊, 还亲手的送给了他一串珍珠念珠, 并详细的吩咐了他如何为佛法服务等等, 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, 要看长远的利益, 我得给他加油打气啊, 然后见面的时候给他赐了座, 并且派人护送温萨活佛回家, 这些都是我对他的表彰奖励, 并且温萨活佛表示, 他把扎士伦布寺附近的一座庄园宅员送给了我, 我也很高兴的接受了, 这就是武士达赖喇嘛自传里边的大概的意思, 那咱们能分析出什么呢, 这分析出来啊, 这个师父送徒弟所嘱咐的这些话呀, 那完全就能看出来这徒弟回去是要还俗的, 那还俗的决心有多大呢, 有多大呀, 把这西藏的家都给了师父了, 那就是没打坐回来, 那我们也知道这改尔丹一回去不要紧呢, 捅出了他天大祸, 他在草原上啊, 逮谁咬谁, 这还不算麻烦, 最麻烦的就是他选择了一位自己一生一世的对手, 这人不是别人, 就是爱心觉罗的康熙啊, 这才给自己的老师惹下了他天大祸, 这藏传佛教皇教格鲁派, 才从这达赖喇嘛一支独秀, 就变成了四足鼎立, 得嘞, 明天故事更精彩, 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小兹俊山, 小兹俊山, 老师, 大学生、 那帝抵梦哥, ל大学生态, 小兹俊山 所以,